山贼抢回家一位绝世美女 美女却让山贼杀掉自己的七个老婆 魏伯美人一笑 山贼手起刀落 杀老婆们如砍瓜切菜 女人则在一旁兴恨地指挥 先杀哪一个 再杀哪一个 其实女人呢 还藏着一个更大的嗜好 起初 她只是让山贼给自己抢些衣服首饰 金银珠宝 到了后来 她竟让山贼给自己个人偷玩 为了满足美人的特殊癖好 山贼开始每天截杀旅客 砍下一颗颗头颅后 交给女人尽情把玩 人头究竟咋玩呢 女人把头颅涂至抹粉 装扮成各种角色 就如排练木偶戏一样 每天演绎不同的剧情 春去秋来 早期抢回的人头 有的已经变成了窟窿 美人又冒出一个天才想法 城里的欠男俊女这么多 头颅应该更好玩吧 于是 在女人娇滴滴的诱惑下 山贼陪同美人来到城里 果不其然 女人在这里得到了更多的玩具 不过山贼却适应不了城市生活 也为他压根不知道 买东西还要用钱 在抢劫了几个橘子后 遭到官兵尾部 虽说赶犯了那群吃白饭的 侥幸逃脱 可山贼却厌倦了城市中的各种规矩 坚决要重新回到山里生活 听闻此言 女人娇称地表示 我亲爱的丈夫去哪儿 我就跟随她去哪儿生活 看着背上的美人 山贼一时兴奋 忘记了山中禁忌 他竟被这女人 走进了盛开的樱花林中 随着一阵阴风吹过 山贼仿佛被定住 站在飘散的樱花下 一动不动 而女人的脸上 则泛起一抹诡异的微笑 突然 山贼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牛头看见 背上的美人 竟变成了一个可怖的老妖魄 他死死掐住山贼脖子 让他无法呼吸 这恐怖的一幕 让山贼想起了 小时候爷爷告诉他的山中禁忌 原来 在樱花盛开的时候 千万不要走在樱花树下 不然花瓣会让人发狂沉默 恍惚间 山贼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把老妖婆从后背甩了下来 并死死掐住对方脖子 等他回过神来 赫然发现 老妖婆不知所踪 美人却被他活活掐死 与此同时 山林中妖风在起 很快 美人就要被花瓣掩埋 山贼想伸手再抚摸一下美人 突然 他以为自己又出现了幻觉 并没有在意 开始清理美人脸上的花瓣 可美人却诡异的凭空消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山贼着急地扒开地上的花瓣 试图找回美人 可伴随着阵阵阴风吹来 山贼也凭空消失 传说 这部电影 只有和自己的大冤种朋友一起看 才能看懂